欢迎收看意识新闻 用独特观点传递事件真相 我是主播吕玉如 我是主播谭真 首先带您来看新闻提要 意识新闻将为您带来台湾文化博览会 直觉市集 蓝门市场 为台湾而交十年特展 学生篮球联盟及爵士音乐节精彩的现场状况 2023年的台湾文化创意博览会盛大开幕 首次跨县市打造五大展区 其中位于台北市丹安区的空军总部就职 以未来空总当作主题 设置AI虚拟导览员 民众甚至可以在现场利用电脑输入关键字 打造出属于自己的未来空总建筑 你觉得台湾的未来是什么样子呢 2023年台湾文化创意博览会 利用AI打造出虚拟人物 带领民众一同参观未来空总 主要展示区利用超高解析度的沉浸影音 以及虚拟实镜 营造出丰富的感官效果 让民众感受未来台湾可能的样子 这是用AI来去预判 或者说去提供个更多种想象的可能 所以这也呼应到我们这次策展的主题 就是打开空总然后多重的这件事 民众只要在电脑上输入关键字 就可以看到自己打造出来的虚拟建筑物 我觉得它蛮需要大家来看 因为就是大家对于未来的想象 可能就是平常在一些场合吧 可能生活上不是很容易接触到 但就是来这边看完之后 我觉得就是应该会有个全新的体验这样子 这次的博览会除了有展览之外 还有马戏团 舞台剧等活动表演 让民众可以一起共享盛举 记者刘宇山 吕玉如她被报导 为台湾设计展做暖身的直觉试集 中秋连假在新北市环庄县十四张站开幕 结合安坑轻轨与植物为主题 给文创首艺人一个舞台 站内设有60个摊位 以及每天傍晚的歌式表演 让驻足的民众有最舒适的享受 中秋连假在新北市环庄县十四张站开幕的 直觉试集系列活动 由新北捷运公司主办 推出60个文青摊贩 结合安坑轻轨与当地植物 打造质感过节气氛 直觉试集以植物为主题 邀请首座文创摊位进驻 期望吸引年轻族群 也希望给年轻手艺人展示的舞台 以一个后发品牌来说 我们期望年轻的品牌 能够多一些年轻人的思维 然后多跟年轻人去做一些交流 那所以我们光是在摊位的选择上 就会选择 以现在时下年轻人 比较喜欢的文青文创首座 这些品牌为主 除了各自的摊位 这些系列还推出独立音乐祭 与20米高墙大型光雕秀 让游客身丽其境 感受不一样的捷运站 那我们也期望在 富有交通运输的功能的情况之下 还能够提供给大家 多一点点在交通运输之外 不同的感受 比如旅行 比如说你会得到片刻的 一个不同的氛围的 休憩的空间 结合安堪轻轨特色的 直觉系列活动 除了文青市集 还有音乐祭与光影秀 可以欣赏 展现不同的车站面貌 让忙碌的通勤族在赶车之余 可以放松享受片刻宁静 记者杨彩杰 张志玲采访报导 还在烦恼 不知道去哪里买菜 买伴手礼吗 历经四年的改建 南门市场 于今日开始市营运 内部环境空间升级 贩卖的商品更为多元 甚至被誉为 是百货级的菜市场 一开幕就吸引了 大量的人潮 国庆年假第一天有入了许多顾客 台北市南门市场经营过四年的改建 从10月7号开始市营运 全新市场宽敞明亮 原本的百无私家摊位 也统统回归 南门市场原来的旧大楼是海沙屋 耐震度也不符合规定 因此在2019年10月 暂时迁到了中继市场 增进过1440天的重建 市场内的商家也终于回归 很开心啊 住新房子啊 对啊 对啊 而且以后跟那个监狱连通 这个地下室的出口呢 今年的过年来不及 下一个过年就会通了 新的建筑外使用大面裸底窗 营造出明亮的空间 除了搭配新台化的装潢设计以外 内部还设置了电梯 手扶梯以及冷气 让民众逛市场 就像在逛百货一样舒适 它的物品就是分类也还做得不错 但像传统市场的话 它可能像卖吃的和这些百货是混在一起的 但这边是有问题的 然后而且它更多的可能不只是市场 而是一个可以提供百货的一个地方 国层规划与原市场相同 地下室为生鲜卖场 一由是南北杂货熟食 二楼则演美食广场 及服饰精品 建筑大翻新 需要时间上的适应 目前为适应运期间 除了动线标示需要增加 店家的警民众都认为 还有许多地方需要改进 改进 我觉得它的上下移动 因为像我今天开车来 我从地下室上来 就要等蛮久的 新市场预计在11月中正式开幕 市府保证会在开幕前 已改成不足之处 与捷运的更通道完成后 交通动线将更为顺畅 南北市场也期望为台北市民 服务另一个一百年 你想成为什么样的大人 是我们从小就会不断想象的问题 而在华生文创园区就有一个 以这个提问为主轴的展览 让参与的民众也跟着反思 自己究竟想成为什么样的大人 以信念的台湾红 写着你想成为什么样的大人 想要成为之后经济状况算OK的大人 然后可以给自己的小孩 有比较好的教育 我想要 想要 TFT为台湾而交基金会 所举办的十周年特展 除了是TFT十岁时 对下一个十年的期许 并且给大众反思 对于未来的想象 还透过此次展览让大家思考 不同成长背景 与想成为怎么样的大人 有什么关联 就是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大人 这个特展 我们一开始也是带大家有点 看到高学和地区孩子的物件 然后有点是回到他们的童年 去看到说 他们对于这个问题的想象 其实跟我们平常在都市生活的小孩 或者是不是偏向生活的小孩 其实是会听到很不一样的答案 展场展出偏远孩子 日常生活中会接触到的物件 像是月勤、投书喜记等 也分享近百则教育现场的故事 讲述十年来的成长历程 从多元的视角与民众互动 理解在偏向发生的教育议题 最主要的目的是 让大家更认识教育不平等 我觉得让大家有一点看到 这些实体物件跟TFT这十年来 我们一直都在不断验证 跟不断思考的问题 我们透过这个展览把它展出来 尽管你想成为什么样的大人 并没有标准答案 但TFT认为思考这个问题是重要的 因为这是对于理想的提问 也希望透过这次十年特展 以清明的方式带领民众认识 并一起努力改变教育不平等 让学习贫穷成为历史 近年国内直篮风潮吹起 学生篮球也没有缺席 Big League篮球联盟 以18岁以下的球员为主体 与每个假日在德明科大展开 着对四杀 究竟这个新成立的学生篮球联盟 有什么特点 带您一起来看 球场上小球员们刺激的来回攻防 配合着场边教练的呼喊 以及观众系的加油声 这是全新成立的学生篮球联盟 Big League 联盟由五个俱乐部共同参与 依照年龄分成U10 U12 U16 以及U18 四个层级 每个周末在德明财经科技大学 展开猝对厮杀 便以Play Big Dream Big 作为联盟口号 且许球员在球场上勇敢展现自我 当初我们会创立B力这个联盟的话 就主要希望我们所有俱乐部的小朋友 有一个舞台可以在场上尽情发挥 然后大家透过比赛竞争 然后继续成长 联盟中除了有来自各路的学生球员 教练团的组成也是相当多元 除了本土教练之外 还可以看到外籍教练的参与 其中更是不乏一些腿移球员的身影 透过不同文化背景的交流 也能让小学们在篮球技巧之外 学习更多不一样的东西 教篮球 球技每个教练都会教 但我是希望说小朋友能带走的是什么 就是在学篮 透过运动学习到的 比如说抗压性 人格特质 甚至是说团队精神 这是他们可以 以后没有继续透过运动 他们可以得到可以带走的东西 加油篮球联盟的另一项特点 就是让小朋友们不一定要走传统体育体制 也能有定期比赛及训练的机会 在平时课业之余 也可以透过篮球发展人际交流 并且养成运动的习惯 就是希望小孩在平常学习至于参加外面的篮球俱乐部 那俱乐部当然也希望可以有机会去跟很多其他的俱乐部 互相切磋球技交流 甚至交朋友 这样 Big League的成立 给了这些学生球员一个展现自身能力的舞台 也帮助他们在传统体制之外 可以有更多不一样的选择以及体验 也期待透过参与这个篮球联盟 能让这些球员们在未来可以有更多元的发展 记者康云志杨格采访报道 2023台北爵士音乐节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盛大开幕 今年主题聚焦多元风格 并首次邀请了融合多种音乐元素的新加坡乐团跨海表演 吸引大批乐迷道场 共同享受爵士乐的现场表演 2013年台北爵士音乐节以多元风格与类型的演出节目为主题 除了台湾国内外乐手 更邀请国外团队一同出席本场盛宴 现场除了爵士表演还有限定文创试集 让民众品尝异常异国美食以及特色小物 这几年下来台湾的爵士乐拳越来越蓬勃发展 所以今年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受到天气不稳的影响现场雨势非常大 但即使下着大雨也丝毫不减 观众对音乐节的热情继续撑散开演出 因为下雨可能有一点影响 但是对我来讲我是觉得还蛮不错的 今年新加坡以电风琴加吉他编制为特色的 Traccaron Organtio跨海来台 并在爵士音乐节首次亮相 乐团以布鲁斯、巴西音乐座融合 进行正统爵士乐的原创作品和编曲 以不同于传统三重奏的崭新面貌展现爵士乐 它必须是一个歌曲 但是我从新加坡 我真的很喜欢他们的音乐 因为我从新加坡没有听到他们的音乐 所以我从新加坡 我真的很感兴趣看到他们的音乐 今年台北爵士音乐节一连串的活动 从9月26日开始到10月15日 除了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及丹森林公园举办大型户外音乐会外 还有举办爵士音乐讲座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到台北爵士音乐节官方脸书查询 记者谭真、林于英台北报道 以上是本节新闻内容 意识新闻用独特观点传递事件真相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谭真 我是吕玉如 我们下次再会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